哈喽大家好,我是怪叔叔家的怪小妹 今天小妹给大家介绍一部 小区发生连环杀人案 所有居民联合起来追寻凶手的惊悚电影《邻居》 影片一开头,货妈因为有事 没能去接放学后的小丽 所以小丽只能肚子一个人回家 走在路上的小丽遇到邻居陈鹤 顺便打了个顺风车 没想到陈鹤却是个变态 第二天,香包店的老板打开电视 就看到小丽被害的新闻 装尸体的红色皮箱就是自己家的 但为了维护自家生意 老板娘不让他报完 只能把这件事情埋在心里 周边店的披萨哥也在此时收到了这条新闻 警方总结出每隔十天都会有一起凶杀案的规律 披萨哥瞬间想到了陈鹤 每隔十天也会点披萨 让他送到家里的事情 但他只好安慰自己 这只是一个巧合,便没作声 第二天,小区保安老马发现 最近陈鹤总在扔一些恶臭的垃圾 于是上门教训他 没想到打开垃圾袋 里面装的却是前几天与害小丽的校服 恍然大悟之间又带着几分胆战 还没等老马反应过来 陈鹤就一锤子把他打死了 小丽死后每晚鬼魂都会回到家里 这让他的后妈非常的害怕 住在该小区的 还有一名做高利贷的帮派老大马大壮 小区一发生什么案件 马大壮总会被带到警察局走一趟 当天马大壮到家就发现了 自己的车位被怨他而愣霸占了 立马就给了陈鹤一个下马威 陈鹤虽然乖乖挪开了车 但心里却对大壮燃烧起了熊熊恨意 第二天陈鹤又来到了香包店 这时心有疑虑的老板 给了陈鹤两个带密码的皮箱 还把陈鹤掉进香里的手机锁起来 陈鹤并不知道 小区还有一位跟小丽长得很像的女同学小兰 原来小兰跟小丽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 这天后妈在路上遇到了小兰 她以为是女儿小丽 吓得帅倒在地上 小兰将后妈扶了起来送她回家 住在楼下的陈鹤 透过门缝看到送后妈回家的小兰 以为是小丽的鬼魂回来了 吓得从此不得不黑夜白昼地开着灯 小兰是一个湖泊开朗的女孩 跟这里的每一位剧迷都很熟悉 同时与小区的另一个保安大叔老刘都非常的要好 这天小兰回家在楼梯间发现了一副眼镜 于是就捡过去给保安老刘 老刘一看想起了失踪的老马 这眼镜是老马的 于是按照小兰的描述 以休水管为优来到了陈鹤家 陈鹤以为自己的事情被暴露了 想杀了老刘 在检查水管的过程中 老刘发现了陈鹤家里的血迹和毛发 透过镜子还看到了陈鹤的歹意 集中生殖的他装作没留意到 抓起扳手起身离开躲过了一劫 原来老刘在很久以前杀过人 一直在逃脱没有自首 眼看还有一两周时间就到了诉讼期 老刘就快要踏实了 终于不想被警方注意 就将陈鹤的事情埋在了心里 没有报案 另一边后妈在家 发现了小李的台力 上面做了一个日期记号 并在旁边备注了妈妈的生日 后妈感动的哭了 而这时小李的鬼魂又回到了家里 这次后妈不再害怕 孩子跟小李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 承鹤拿起贷款小广告 想联系马大壮 但到处都找不到自己的手机 最后才发现手机在密码箱里 他来到老板店里询问密码 但老板也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于承鹤只好用老板的手机 给大壮打电话 还把老板绑起来带回了自己家 到家要打电话给大壮约他到车厂 周晚承鹤带着铁丘进了大壮 结果两下就被大壮打趴 原来承鹤也不傻 他想用铁丘来收集大壮的指纹 讲杀人罪栽赃给大壮 果然第二天警方发现了一个皮箱 里面装着的就是带着大壮指纹的铁丘 大壮立马意识到了 承鹤要陷害他 那一边被绑的老板一直听到 承鹤的手机在响 就用舌头去调密码 打开了密码箱 又费了吃奶的劲 挣脱了绳索 拿起个手机 按了个号码发出去 就没电了 接到信息的是披萨哥 一看是承鹤家发来的 就觉得不对 准备前往承鹤家 又是一个下大雨的夜晚 小兰没有回家 而坐在饭桌旁等待小丽魂魄破的后妈 也没有等来小丽 后妈打着伞就出去找 不料却遇到了独自回家的小兰 顿时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而此时整个片区也已经突然停了店 一片漆黑 另一边被俱乐的大壮趁机逃了出来 一出来她就往承鹤家冲 想去教训她 此时认为小兰会成为 下一个谋杀目标的保安老刘 一往承鹤家赶去 接着小兰的后妈发现了被承鹤跟踪 故意横穿马路造成拥堵 承鹤没有机会下手 只好撤了 愤怒的承鹤回到家就要杀了老板 正准备下手时 披萨哥和老刘同时赶到了他家 披萨哥以赠送披萨为由 让承鹤开了门 老刘趁机把承鹤打倒 接着马达撞也到场了 抓起承鹤就往死里走 正在这时突然来电 老刘出现了幻觉 看到小兰已经被承鹤杀害了 一气之下便要了承鹤的命 变态杀人狂承鹤死了 小兰在小丽后妈的保护下安然无恙 小丽的灵魂也得到了安息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这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 女孩子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而做家长的也尽量别让小孩单独在外 这也许就是在给恶魔机会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